比亚迪刀片电池进行穿刺试验 不会爆炸或出现明火 让造访企业代表看得嘖嘖称奇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国家 到港澳大湾区考察 感受当地科技进展 但在此之际 路透社报导 意大利政府已正式发函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目前中国大陆和意大利 仍未发表任何官方声明 今年9月G2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就当着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面 坦言正规划退出一带一路 美国人在这些年 并且不够成为组织的车路倡议 还能够成为和中国相关比较质的 比较负责的那些我们的 所以问题是 如何保证 选择选择选择的选择 在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如何保证 意大利是七大工业国 唯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国家 梅洛尼去年上台前就曾表示 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是个严重错误 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也直言 一带一路成果不如预期 国防部长克罗赛托更开呛 意大利对中国出口 只是多卖了一些柳城而已 但这次分手 梅洛尼仍强调有意愿保持战略伙伴关系 避免激怒中国实施可能的贸易暴富 最早到德国的15 18天 那么压缩到现在的10天左右 那么从最早的到 罗罗斯莫斯科15天左右 压缩到现在的9天时间 纵使外界对一带一路质疑声不断 中国大陆仍发布最新消息 表示今年前11月 中欧班列共开出16145列车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对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 信心满满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